音樂 快搖我 我很喜歡觀察人 我也很喜歡感受每一個人 不同的心理感受 所以我自己覺得如果我不當音樂家 我很想當一個心理醫生 有可能在騎車行工作吧 音樂 音樂讓我想到美食 好吃的東西就是 要多一點少一點 這個好像跟音樂有一點點相關聯 我覺得音樂是民主的 不論任何種族 年齡或者貧富貴賤 你從音樂裡頭得到的快樂 或者得到的感動 可以是一樣的 五官非常重要 不是只是聽而已 有時候甚至是 音樂醫師工作者需要有 非常大的 敏銳度 我也跟學生強調一件很重要的事 真正的快 是那看不見的東西 我們在演奏當中 最快最快的東西是什麼 其實是樂器的震動 它更重要 找到自己的聲音 或是音樂的正確 在音樂中 我最常遇到的學生問我說 老師 我是不適合走音樂這條路 我其實都會問他們說 那你要先問問你自己 你喜不喜歡音樂 你覺得你有沒有對他 有種熱情 等到長大當了媽媽 你知道 我就會 就是排練 根本忘記去接小孩 我們真的這樣教小孩嗎 我在我當兵滿一年之後 我被部隊長官指派為火尾 那後來跟菜商比較熟了之後 我就說 那我可不可以把我的小麗芹 放在你們菜市場家的樓上 那這樣你們幫我準備菜 然後我上去拉個20分鐘 我覺得每個員工 老師 教授 對於學生 有非常非常大的付出 然後這個是在一個音樂學院 非常難得的事情 然後我們常在討論 我們接下來要做什麼 我們要演什麼 然後我們要給學生 帶來什麼樣子的大師班 隨時隨地都在為學生 設身處地著想的一群 北一大的學院樂組 一直都是保有 全台灣最佳的師資的這種陣容 這裡能夠提供的養分 包括老師 設備 或者是各方面的 藝術的領域的這種激盪 都是最棒的 所以請一定務必不要忘記 就是歡迎大家的加入 大提琴它的音域可低可高 然後還可以坐著對不對 可以坐著 我沒有找到 在這個電影中 我們在這裡